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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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来到这个纽约的肯尼蒂机场 是为了迎接 从西里亚凯钱而归的 这个大艺术家 大雕塑师陈玉明先生 那么我们都知道陈玉明先生 三个月以前去了西里亚战场 他为了西里亚的民主和自由 这个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他是我们这个民主运动 这个当中的骄傲 那么我们今天来机场 欢迎他凯旋而归 大家都打出条符 准备好了鲜花 一会儿陈玉先生就会从机场的里边走出来 让我们这个 以鲜花和掌声 来欢迎他 在为他祷告 那么现在显然 让这个上帝保守他 就是让他有惊无险 能活着回来 这是何等的恩典 神的恩典 到那个地方 那种地方 谁也保护不了 除了我们天上的那位阿爸师父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 精神确实非常感人 就是他没有空谈 说干就干 这个不像有些口水革命家 天天在高 高谈破论高寒革命 但实际上是没有行动的 那韦明这个 就是说告代表民主基金会 这个民主武生基金会 这个告的这个马英九这个案子呢 我们也已经取得了出处的这个胜利 因为法 法官已经签发了 确认被告马英九 这个就是不道题 确认被告马英九 就是缺席这个缺席审理这个案子 缺席参与这个案子的这个判决书 那么当然这个案子 最后一分钟这个马英九的律师 抢着入场了 这个以后还要还要打 有几场交手的这个过程 但是呢我们已经赢了 为了这个主席助理张建先生 你说几句 今天呢非常高兴 来了很多文明的好朋友 在机场去迎接他 同时我们也迎接呢 全委会的特使来到这个机场 因为我们觉得 陈一鸣先生呢 代表民主主义神基金会 到了叙利亚 去声援叙利亚人民的反抗斗争 他给中国人民多年 在国际社会上的这种耻辱洗刷了 同时呢 他也代表了很多中国人民 把自己的呼声 把自己对民主自由现象的一种追求 带到了阿拉伯世界 与阿拉伯兄弟们并肩战斗 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边去迎接他 我们心情也非常激动 我们来的人数虽然不多 但是我们也代表了 在纽约很多今天不能来的朋友 他们对陈维明先生表示致敬 对民主党全委会的这些特使们呢 也表示尊敬 非常谢谢 好 陈维明先生 凯旋而来 三个月了 这边可以见到我尊敬的陈维明先生 这些特使的 这些特使的 我的心情不强了几点 但是 他就讲 欢迎他 他们开展 民主党联总的代表 韩武先生 那个说几句 首先呢 我代表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组络 今天来 欢迎我们 陈维明先生回来 那么我呢 又和陈维明先生 同是这个 民主女权像的 八起人之一 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动 他走的时候 是我们 送的 他走了整整整三个月 这三个月来 不管是白天黑夜 他都揪着我们的心 对于他的安全 对于他的生命 让我们都是非常关键 他今天能够到胜利归来 不仅仅是我作为一个 他的战友 是我们海外民运人士的骄傲 同时我认为 陈维明是我们 所有的海外的 中国人的骄傲 好 那我们把 我心情是那个 从这个 佳林大雨 你滚出来的 我的好哥们 那时候我在这边 从 特意从小里港 其实我那边 事情还没做 所以说一定要 赶回来 给我的哥们 我也感到很骄傲 谢谢 好 谢谢 今天虚利亚回来 我们大家很高兴 因为他能平安回来 他是代表民主人士 到虚利亚为中东的民主运动 为茉莉花更加开放的更加灿烂 而且拼死拼活 所以说 选出了自己的这个 宝贵的这个 这个 精神和体力 现在我们能够 欢迎他感到 入荣烟野 小伙子说 你 我们在这里 欢迎我们的英雄 凯旋而归 我们为他感到骄傲 希望 一会儿就会看到我们的英雄 好 谢谢 维明先生也出来了 继续博士也出来了 谢谢 好 我们把镜头对准 那个 把镜头对准 那个 大师 大艺术家 陈维明先生 哎 他 好好 好好 OK 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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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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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三个月了 对 谢谢 好 这个是应该先给他 哈哈 来来来 你拉车给你 我有了 我有了 来来来 我们三个 来来 出来 来来 移过来 欢迎你 要不在这 打人录 来来 欢迎你 欢迎回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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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两个兄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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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了 哈哈 首先要感谢 全体中国朋友们 支持民主自由的朋友们 还有民主党的同仁们 还有那些 支持我的媒体 他们做了大量的报道 是我的 在那边的情况 管卫 中国的朋友 和在美国的朋友 还世界上 爱好民主自由的朋友 都知道 是吧 我在那边 做了些什么事情 那么 这次是非常成功的 就在我们离开 伊斯坦布尔的时候 那边的 我们跟 他们最高层 就是 全国联盟 去连全国联盟 有个会谈 还签订了 特别李静静 和夏明 他们二位 专程到那边 我是非常感谢 也是非常感动 他们代表了 民主党和 在纽约的福永 来支持我的这个行动 那么 我是非常感谢 我们三个人一起 签署了一个协议 跟那个 就是 叙利亚的全国反对派 最高当局外交部长 签进了一个 互相支持的 那么一个协议 那么 临走的时候 正好是 伊斯坦布尔在下了 毛毛戏 那么 当时 有个朋友就说 他说 伊斯坦布尔哭了 我们叙利亚哭了 我当然说 我以为又发生什么事情 我说 为什么又哭了 他说 因为 你和 你所代表的 中国朋友 还有两位中国朋友 你们要走了 真的 他们非常感动 他们细心一笔跟我 我们已经建了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 就是从他们最高单位 和基层组织 我们都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互动 一个开端 这三个月就是说 我 如果说有什么 成绩的话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民 和叙利亚人民 爱好民主自由的人 我们结合在一起 谢谢 好 对我们是奉命的 那个就是我们这边的民主党 我们大家全委会了 那么我们是去 主要的目的是接 陈维明我们的英雄 那么我觉得我第一个任务已经告完成 我跟静静呢 前面我在开录 后面有律师 这边保驾了 那么所以我们都很顺利 比些 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那么第二 我想说的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那边呢 那么两天呢 活动的安排得非常紧 那么跟他们的那个最高的就是 西亚全国委员会的那个外交的那个就是 其实就是未来的外交部长 那么全国委员会里面第三号人物 那么我们进行呢 就是那个一个整个晚上的一个会谈 那么双方呢交换了各种意见 尤其他们呢 对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也非常关注 那么我们呢就是 主要是承诺了相互的那个支持 把阿拉伯之孙呢 与茉莉花革命呢 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呢 那个连在一起 本身我们的茉莉花革命 就是受到阿拉伯之孙呢 很多的启发的 那么另外呢 不仅我们是看到今天 大家应该相互支持 而且我们呢 也向他们表示呢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民呢 并不是说中国人民 那么全都是我们看到的 那个就是中国政府 它在联合国呢 不断地阻碍叙利亚的 许多的那个就是民主竞争 那么所以了 我们向他们那个表达呢 我们作为中国人民呢 那么跟他们站在一起 那么最后一个呢 我们的主要就是商谈呢 因为我们相信了 那么叙利亚的那个反对党 贵独的政权呢 那么所以了 我们一个长远的打算 就在于我们的未来的民主化运动呢 那么能够得到叙利亚的那个就是人民呢 那么的不断地支持 那么我们希望呢 就是说从他们呢 也学得各种经验 那么所以主要是我们的那个谈的 那么第二天呢 我们有幸呢 去参观他们的一个基层组织 他们有个叫那个就是 呃叫光明那个就是那个就是 叫努尔社会 光明协会 那么也是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嘛 就是由全球来组织起来 帮助那个给就是希利亚这个反抗了 进行后援的 那么虽然我们呢 也了解他们的后援 他们的这些就是那个整个就是 基层的这些运作 所以我们非常高兴 那么希望呢就是说 我们以后 文明混乱他还有好多那个打算呢 我们能够在一起的 把那个工作了做下去 好谢谢 好下面我们把镜头对准李金金博士 李金金博士 李金金博士两年前 护送这个这个陈文明大师的这个雕塑 大屠杀到香港 那么两年以后 又到这个伊斯坦布尔去迎接陈文明大师 那么两年前两年以后 那个李金金博士都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师的艺术作品 那个而奔走 那么现在请李金金博士谈这两年当中的不同的感受 陈文明是我们的英雄 我们保驾火航 我觉得很高兴很荣幸 第一个呢我们今天在这儿 首先说我们回来了 我们走出去了 我们胜利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出击了 对于阿拉伯 对于在叙利亚的这场 这场战争 这场斗争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那么媒体 可能包括一些从中的一些媒体 可能他们在宣传叙利亚的革命的时候 更多的 去观测 或者猜测 去描述 一个宗教之间的战争 和宗教之间的斗争 其实不是这样的 他们那一场战争 就是 叙利亚人民反抗暴政的斗争 叙利亚的这个阿萨德统治 包括他的父亲统治 加在一起将军50年 所以 他们那个统治 和中共的这个 独裁统治是一样的 他们也是将业业分子 抓入监狱里面去 我们碰到这个 尼玛塔 尼玛塔 这个医生 就是帮助他的这个医生 曾经两次做监狱 没有说什么 没有做什么事 表示了对阿萨德政策的不满 所以呢 第二点呢 我们支持叙利亚人 就是走上街头 拉起武器 对抗暴政 实际上就是说 一个自由民族的 这样一个斗争 所以我们对叙利亚的 这场革命 有了一个非常清醒的路 认识也希望大家 像别的人 亲戚 无有中国人 让他们得到更多的 这种information 且这种资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 我们 最后也是 就是我们 增加了 特别是 对叙利亚人民之间 和中国人民之间有益 增加了 对叙利亚人民之间 增加了 因为叙利亚到目前为止 很恨中国 他们讲的 讲的客套话 他的外交部 党共签署协议 说讲 谈话的时候很客气 说不可理解 中国政府 为什么在联合国 安领会上 否定了 这个关于叙利亚的 这种决议案 他说不可理解 他这种不可理解 实际上背后 是隐藏了很多的 这个仇恨 中国政府 中国的仇恨 但是 往往 那个中国 中国人民 往往分不清楚 所以我们这次出去 就是将中国人民 中国政府 把这个暴政的 独裁的政府 把它区分开来 所以呢 特别是这个 中国人民 他站在前线 拿起那个 中共枪 暴政主义 但多增加了 中国人民和 叙利亚人民之间的友谊 我觉得这个意思 非常的伟大 所以 我说那个医生 以马达和 和陈文明将在中国的历史 在谱写 中国和 修理亚的这个历史上 有一个新的篇章 我还是将这首话来献给我们的英雄 陈文明 三个月以来 关于为自由而奋斗的这个报告 小梅 二十二十四 一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二十二十七 一十一 一十四 五十五 二十五 一千二十七 五十七 一十五 一十五 一十五